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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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我們去到部分B 這條典型的手段目的題 應用了科技 是可以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 究竟這件事是否利大於弊呢? 當然特別要留意的就是利大於弊 因為是一個準則的問題 講講這條題目的佈局是應該怎樣回答 科技應用 其實資料是給了不少的科技 生物科技、資訊科技 人工智能等 除了這些科技以外 你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例如機械科技或能源科技 回答這條題目的時候 除了資料給你的例子之外 你有沒有其他具體的例子 或者情景化 去解說到運用科技 有沒有什麼效益 或者運用科技有沒有什麼代價 從而衡量 究竟他們對於消除社會上的不公平 不平等 究竟是效益給代價大 還是代價給效益大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的就是 所謂社會上的不平等其實是什麼不平等呢? 除了全球的層面之外 有沒有種族的共融 年紀的不同 或者性別的不同 這些都是去把人分辨成不同的群組 當中群組與群組之間 會不會都有些不平等 我們是可以消去 或者是消去不到的呢? 所以當我們回答這條題目的時候 一定要很注重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因果關係 而當我們應用這些科技的時候 所得出來的效益和代價之間 究竟哪一邊是大些呢? 而且你要扣緊社會上的不平等 而不是純粹說科技帶來的好與壞 例如綠色那句 智能手機功能更多 長者不懂得用 這個是科技的一些不好處 就是不夠普及 要扣緊社會上的不平等 這樣會造成社會上年齡階層的不平等 因為這個科技應用應該是 令到大家都能夠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但是現在由於我真的不懂用 或者有其他的可能窮苦人家 不能用 其實都是社會上的不平等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先去看看科技應用對 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 是離大於壞有什麼的論點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款就是有關於 氣候科技、農業科技、食品科技 其實資料有給的 科技創新有助改善資源分配 促進社會的公平 氣候科技可以監測一下能源、水的消耗 農業科技也可以提升到 糧食產量和營養 其實就會令到農業的生產 不會受到全球氣候變化所影響 或者其他災害的影響 也可以提高到糧食的生產量 當然,當量穩定的時候 食物的價格也穩定得到 一來對農民的收入 生計有保障 二來對於消費者 或者所謂窮苦人家 他們買食物 也會相對上便宜一點 未至於買食物也買不到 那些什麼例子 當然除了資料給我們 一些很籠統的科技名之外 日本的農業公司 也會在薄膜上種植植物 比起傳統種植方法 是減少90%的水耗 其實在成本上已經減輕了 還有中國科學家 也用一個基因編輯技術 令到一隻豬 可以抵抗不同類型的疾病 可以令到豬隻的死亡率可以下降 多些小豬可以長大成豬 可以推出市場的話 也可以令到豬肉的價格 就不會突然飆升 回想中國有這個非洲豬瘟的時候 其實豬肉價格是飆升的 貴得太膠關了 如果這些豬隻能夠抵抗這些疾病的話 只不然豬的供應也會穩定一些 第二款就是資訊科技 都是資料有給我們的 顧及弱勢社群 為他們提供一些工作機會 資訊科技為弱勢提高 即場的生產力和工作彈性 減低因為個人的差異而削弱了 工作表現或者晉升的機會 怎樣可以消除不平等 就是製造不同類型的工作機會 令到弱勢社群的收入都可以增加 亦都可以令到殘障人士 亦都有機會融入社會 或者工作得到 可以提升到他們的物質層面 的生活質素 例如弱勢社群 可能他們的學歷較為低 所以能夠做到的工作也不多 賺取的薪金也不多 但如果資訊科技發達的話 其實有沒有機會都可以令到收入增加呢 例如現在最流行的就是外賣 這個外賣平台的APP 其實你已經可以做到一個自由工作者 亦都相對於傳統的外賣員 因為你一定要住宅在某一間店舖 去做外賣仔 大家不同 你有駕駛仔 甚至乎你沒有車的 你真的用腳走去送的 你都可以做到一個自由工作者 我們的薪金是有機會提高的 又或者有一些不同的智能科技 亦都可以幫助到 一些有殘障人士 可以在城市上周圍走 對他們的生活 其實亦都公平一些 亦都未至於他們說 整天都要留在家裡 沒有辦法去體驗一下 這個社會有多多知多彩 第三款就是資訊科技和人工智能 促進到不同人士的交流 建立同理心 可以有望改變社會風氣 消除對不同群體固有的偏見 或者歧視 例如性別的定型 種族的偏見 從而創造一個和諧和平等的社會 除了資料所給你們的 例如一些性騷擾的例子之外 原來迪士尼也有的 迪士尼的劇本經常被人質疑 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 所以迪士尼利利用人工智能 去幫助審議劇本 究竟有沒有對法上 或者人切上 牽涉一些歧視問題 原來都可以用這些大數據 或者人工智能 都可以令到社會的風氣上 有所改變 科技應用對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 是弊大於利 有什麼代價太大 超越了效益呢 第一個 就是數碼科技 資訊科技 數碼紅溝難以跨越 助長階級的壟斷 科技普及導致 不善於應用數碼科技 或者欠缺資源的人 其實在社會上 都是處於一個劣勢 剛剛說的長者 那些欠缺能力 或者資源的群眾 多數是弱勢社群 其實就會令到 階級的差異 越來越大 不說長者 說一下現在 都有關注團體發現 有八成的基層中小學生 是沒有適合的電腦裝置 或者一個上網 不夠迅速 所以有時候會上不到網 會彈機 手機過熱之類 所以有人都會認為 如果基層學生 他們的配套不足夠的話 其實都會削弱了他們的 學業的效能 第二個就是資訊科技 和自動化的生產 自動化生產剝削基層員工 令到窮困的人 亦都會失去工作 自動化浪潮取代了人力 大量基層的工作 被機械取代了 機械全自動生產 或者一些雲端資訊科技 亦都可以引發到撤資 因為我不需要在你 那個地方設置總部 令到貧窮人口 難以藉著國際分工去脫貧 因為始終我們學過經濟全球化的時候 勞動市場一體化 其實一些跨國企業 都會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去尋找他們的機遇 因為那裏的人 人工較為低 地租較為低 其實他們就在那裏 找大量的勞工 去幫他做事生產 但如果現在都是機械製造產品 那我還需要你的人來做什麼呢 或者令到服務業 都可以減少僱員 所以有些研究都顯示 在發達國家的就業市場 每一千名的勞工 當我添加了一個機械 就會令到總失業率提升了0.34% 而薪金也下降了0.25% 這些資料 平時真的要靠大家看新聞 或者外賣產業發達的時候 有食肆改變應用模式 發展出所謂的雲端廚房 聘請少量的員工煮食 折散了實體泡租 令到自應也會失業 到資訊科技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散播不良言論 鞏固社群之間不同階層的偏見 歧視和言論 其實可以在我們的資訊網絡之間 迅速廣傳 再加上有演算法 這類型的人工智能 都會加強回音室的效應 所以為何會導致不平等 就是大數據有機會將一些偏見 加入了人工智能 例如我們的大數據 將一些歧視的言論 加入了我們的演算法 就會導致某一些偏見 或者歧視的言論 就會出現在某一個社群 重複又重複地出現 令到弱勢社群和小眾 都會受到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其實他之前是有一個 訓練人工智能的資料庫 之後是被關閉了 就是因為當他收集了 八千萬張的圖片之後 再將這些圖片和某些描述 去聯繫的時候 研究人員就發現 很多的女性的圖片 黑人或者亞裔的圖片 都被標示為一些歧視 或者侮辱的用緣 在這個大數據收集下 在這個世界上 的確是有很多對於種族 性別的歧視的語句 是充斥著的 如果我們的人工智能 是基於網上的歧視言論去學習的話 就會令到這些歧視 就越來越深化下去 這樣也會令到我們的社會 越來越不平等 現在我們看看同學的答案 首先 科技應用令到消息之間 流通極快 網絡之間流傳 導致很多人能夠了解到每一件事 消除了不公平 當然中間一定是差點東西 所以他有一點點例子 就說說MeToo 但除了MeToo 有沒有其他例子呢 但我覺得在這部分 有一件事可以加 由於他這裡說 科技應用令到消息之間 流通得極快 當然他在說資訊科技 所以資訊科技 你也不妨講一講 全球化的特徵 去到綠色那部分 就是科技應用令到 各國人民團結了 雖然國家地域之間有不同的事 但透過回聯網的散播之後 亦都大家會產生共鳴 例如MeToo 又是MeToo 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既然你都想說科技 能夠拉起大家的共鳴 不如去講一下 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同理心 或者宣揚到普世價值 例如自由和平 互相尊重 是可以令到消除到社會上的不平等 不講MeToo 就講黑命貴 Bad Lives Matter 這些都是一些例子 不要只當作卷一這樣做 其次 科技應用令到人民使用科技之後 可以體驗到各種人的生活 從而產生同理心 剛剛那段 其實他就是欠了同理心 這段他馬上寫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段 合併了就可以了 將資訊科技 數碼科技合併之後 就可以令到大眾對弱勢社群 建立同理心 剛才我們除了MeToo之外 有些什麼例子 黑命貴 剛剛在A洞也有 殘障人士 你都可以說 除了這些例子 還有沒有一些資訊科技 數碼科技的巧 例如中文大學 VR模擬體驗 治療幫助克服社交回避 又或者 九龍醫院VR治療 無疑購馬 乘地鐵、過馬路 令到中風的病人 亦都可以做到一些 另類身色的物理治療 重拾生活的樂趣 亦都有了 所謂親力思覺 就是利用VR科技 去感受一個有思覺失調的人 他的日常生活是如何 我記得有一年 帶一班學生去個心理衛生會 其實那個體驗會 正正就有這個 我們帶個VR headset 去體驗一個思覺失調的人 他看的東西 或者他聽到什麼 其實都可以建構到同理心 再去到下一段 不過科技應用 都會為社會 在消除不公平上 造成一些負面影響 即是消除不到 我相信是 紅色的部分 科技應用的時候 研發者可能在研發應用程式的時候 考慮對大眾 而忽略小眾 忽略了他們的什麼 忽略了他們的需要 忽略了他們的生活當中的限制 我覺得這一段 可能是時間所限 所以寫得太短 亦都不能夠加一些很具體的例子 例如現今疫情底下 網上學習 略細社群所面對的困境 其實都可以講一下 這位同學有少少博論意識 當然 頭兩段其實是可以合在一起 就可以寫得好少少 去到下一位同學 大部分現代科技 都圍繞著健全的人士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包裝成為 科技應用的普及性 或者方便程度不足 記得嗎 我們說利大於弊 弊大於利 我們要有一個準則 普及性 方便程度 就是一個準則 然後到黃色的部分 無緣無緣無故 由此可見 設計科技的時候 應該考慮殘障人士的需求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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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想大家要想一想 除了殘障人士之外 社會上還有很多弱勢的小數社群 性小眾也好 長者也好 貧窮人士也好 其實有很多角度可以思考 在這條題 不要只關注於殘障人士 記住卷義是以小見大 還有一件事要反思 科技應用得宜的話 生活的確是變得方便 不過先決條件就是要懂得用 科技的應用和運用科技的知識是兩碼子的事 有一個科技 智能手機好嗎? 好的 找到資料嗎? 找到的 方不方便嗎? 方便的 但我不懂得用的話 我有多少部智能手機都沒有意思 現今科技未算完善 可能會出了一些錯誤 而令大眾造成這個不便 所以這一部分也可以包裝造成另一個準則 就是科技應用的反效果 是會令社會付出一些代價 下面有少少例子 就是人面識別的一些錯誤 特別有關執法方面 一次辨識的失誤 可能會引致到一些政治上的爭議 令到市民失去信心 無法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 雖然這位同學 他到最後真的有加據 無法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 但是他這個後句和前面那兩句 是完全沒有什麼空間的 政治爭議 信心問題 和社會上不平等 有沒有一個完整邏則關係呢? 就不見得有了 所以你應該是可以針對科技 他的運用不當 就導致到這些歧視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 就導致到民眾對於政府 他們去消除歧視這個決心 就有質疑了 或者可能引致一些政治上的爭拗 例如又是黑命貴 所以就會怎樣加劇到社會上的不平等 不和諧 其實都是一個邏輯推演的模式 他現在推得太快了 有人指科技不完善 只是時間問題 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其實這一部分 當然寫得太短 我看不到他的完整的推論 但其實他的致命傷 都是為博而博 那什麼叫時間性的問題呢? 在科技未完善之前 他所產生的問題 那是不是就不是問題呢? 或者那些不平等的問題 其實是不是都可以是時間問題呢? 那當然這一部分 純粹就是講 時間管理很差 所以這一段就寫得很短 我也不會知道他講到什麼 提議也剛剛講完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講回 我盡快回覆你 下條片再見 拜拜